建立好社團 放好 照片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如何的 新增 建立社團的獨立網址 來 我們從社團這邊 這個工具符號進來 編輯社團設定 我們進到設定裡面來 這邊可以設定隱私 然後成員加入審核的部分 好,這裡有一個項目 社團電郵地址 好,各位把這個社團電郵地址 設定社團電郵地址 這一個 點進來 好,我們就會看到 設定社團網路及電郵地址 那這個地方呢 各位輸入 你自己想要的 一個因素的字 好,比如說我現在 好,我做了這個設定 然後呢 直接設定網址 好,我按確定 那這邊 那這邊各位就會看到社團電子郵件 這裡 這是我剛才 好,我剛才設定的 這個 jclk1212小老鼠 grouper.facebook.com 這個呢 就會變成這個社團的email 那 相 相同的呢 這個 Facebook grouper 斜線 jclk1212 他就會變成 我們這個社團 的一個獨立網址 那這些 這個部分 就可以直接的來利用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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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